各位朋友,爆月份去了一半 今天星期五,中原城市領先市所出處 繼續下跌,跌了五個星期 今天跌了0.82%,挺大 如果今天報道175.65 175這個位已經是18個月的新低 即是去年2021年1月 雖然2021年全年是很幸福 但在2021年年後 大家應該留意,當時疫情都嚴峻 以及都沒有大反彈 所以這個價錢都是嚴峻的 我相信最大影響是正式反映7月尾 美國再第二次加0.75個息口 到昨天,銀行開始有些食口的舉動 香港匯豐銀行、大人銀行 就增加H-on的封頂位 即是它將封頂跳高了,去到2.75 以往的封頂通常銀行是2.5 變成客戶都給了一個訊息給客戶 這個訊息也是對樓市負面的 不過8月份又不是很差的 成交量可以反映到 價跌量升的反映在一手方面 第一,一手方面去到今天 一千四百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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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今天星期日 有一個屯門賣得很好的 洛富尼第二期的第二次公開發售 它星期日也賣三百九十八間 它本來有四百間 有兩間是招標的 這一個樓盤其實已經埋了三處 都埋得很好的 看到一千四百間代表存未 上個月就九百多宗 如果對比上個月 已經百五十五百多 百分之六十的增幅 那二十日都未多 如果越同越比 我相信今個月有機會去到二千宗 二千五宗 是差不多有兩倍半至三倍的增幅 就看到剛性水頭盤 加了價錢減下來 大致上比市價減十至十五 就可以有本市賣過千價 二手方面 一間一間賣 部分業主都願意減 但是減完一兩間 再要找 就不是插下來 所以二手價是慢慢慢慢 急急地下 就不是插水式 正常的 沒有辦法 全世界都受到疫情所影響 加上戰事的矛盾 通脹的激烈 通脹的慢用式 唯有用加息來對行 美國 歐洲國家都是用這個手段 所以香港都會受加息 因為加息事實上是差了的 但是本月的看樓量是多了 以及能夠頂得住的 好像預約看樓量 本週六日都是四百六十幾台 和上週一一樣持平的 我估計香港另外有個大的 比較負面的訊息 就是通關和疫情的檢疫問題 但是近期鬆了三加四 事實上看到政府的態度 都很努力去做通關 現在近期都有一些 投資客部分的客人 就有些偷告的 就覺得會不會通關 會不會 即是香港有交互市的策略 譬如中國大陸內地 在本星期都做了一次減息 即是看到中國內地 是用了交互市的態度 去面對今年的經濟 香港都是需要的 所以最近有些議員 都猜游稅政府 我相信這句這樣形容 就是會不會去減 那個韓國人士來香港買樓 那個特別利益 喝口水 成三十的 差不多拒人於門外 就算開了關 你都是拒人於門外 今前同往日 這段時間應該是去吸納 全世界的資金去幫助香港的經濟 在看樓量去橫行 又加了風景息量 我估計下週都下跌 下週很大機會都是調整的 不過調整幅度 我相信都是大 現在連續 對近這兩個星期 都是0.8、0.7 即是說 都重要 如果一個月四個星期 計到0.8都432 三個星期的樓價都是劃得緊急 八月份明顯劃得緊急 九月下週八月還有一期指數會出 我相信下期都會反映七月頭 不是八月頭 都是應該回的 不過不要緊 香港的樓市總括形容 健康地回調 配合整個世界的經濟環境 當疫情 喜劇太久 有救市 有轉機的時候 反彈力度很強